这两天不是那个什么茅台咖啡很火吗 我是打算 因为前两天你有跟我说过 茅台里面加点茶 看一下好不好喝 你看一下这瓶空瓶 里面有水吗 你看先看一下 没有 蒸发掉了 倒掉 我个人觉得 如果它倒掉了里面应该会发掉了 但是它留有酱香的那种气息嘛 我们把茶放进去 搞不好会吸味吸一下 你这你这哪来的开瓶器啊 装业的 有水有哥 嗯那酒不是水 哦酒啊酒啊 那还要等风干呢 嗯 开过了 开过了 嗯 就是有一点那个酱酒茅台在里面 你茶也要放进去 那不是潮湿的不能喝 哎不会的 啊 没事的应该没事的 那只能先放一点 以后多搞几瓶啊 我们放 多放几管茶 比如说盐茶放一下 铁光荫放一下 其他茶放一下 都尝一下味道 都做套铁就可以 大一点 套铁去 哎呀真的有酒香 还有很多啊 还有半杯啊 哪里半杯 有啊小酒杯的半杯 这只50块 你看 你看 这个用盐茶合不合适的 哥 可以 塞得慢 所以说 这个这个茶以后会比较贵一点 啊 除了茅台还有这个手工 手工啊 这要放多久 你上次 你之前有试过酒跟什么东西 要放多久才会出锅的 随便 储存三年 没有了三年 还有下个视频 还有三年拍 放三天 三天哪有什么味道 你这个里面有原液 估计有味道 你不像里面是真空的瓶 像是在搞几个瓶子吗 茅台 茅台瓶子很难拿 很多人都拿去 干嘛 搞家族 那我们又不做 我们茶也放进去 我们 ant 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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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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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单